臺灣不做第二個香港 臺灣也不做第二個習長 首主席 羅民署長 黨內各位先進 在場的媒體同友全國的父老鄉親大家好 民進黨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大敗 執政的縣市由 13個銳選為6個 會請 我也 率領內閣總職 負起政治責任回到台南 深入基層 全心全力投入立法委員補選的工作 選舉的結果 雖然保住了基本盤 但是我深刻感受 民進黨的 處境 仍然極其艱辛 加上日前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外提出習武點 不僅積極推動並吞臺灣的進程 也公開言明 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並沒有國民黨所稱的 一中各表 並且逼迫台灣 接受投降制的 一國兩制 面對中國的步步軍逼 台灣的處境 更加的 更加的鮮定 然而 我們看到 國民黨的因應之道 卻是競相提出 要跟中國 簽訂 和平協議 西藏 血靈靈的教訓 告訴我們 和平協議 沒有辦法阻止 中國的變成 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 要獨立自主 台灣要繼續過自由 民主 人權的生活 台灣不做 第二個香港 台灣 也不做 第二個習障 因此 2020年的 總統以及立法委員的選舉 至關重要 也攸關了台灣的未來 然而放遠 2020年 民進黨的處境 恐怕比 2008年還要險峻 基層 非常焦慮 擔心 如果總統 大選輸掉了 但是我堅定的主張 成功不必在我 守住價值 遠比 追求職位重要 全力支持 蔡英文主席 競選總統 在我擔任 要擔任 承擔責任 經過 謹慎的思考 我 本人覺得 既然我有為民進黨 敗選 辭職 辭掉行政院院長 負起政治責任的 承擔 那麼基於對這塊土地的 使命 跟熱愛 我自應 更應該要有 捍衛台灣的 承擔責任的勇氣 因此我決定 響應 總統太主席的號召 也回應 基層 民眾的期待 登記民進黨黨內 總統初選 並且決心 竭盡所能 凝聚社會支持的力量 力往狂難 天佑台灣 謝謝大家